每天我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空屋的状况 可以打开手机看看今天新竹台南的状况怎么样 不论是去美国去日本欧洲 我看到他们的空气都比有台湾好很多 所以这一点让我的感触非常多 每个人可以吸到好的空气 这个应该是人民最基本的要求 台湾公共问题严重 群创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段行健发动以企业影响企业 邀集全球面板上下游供应商亲手抗空屋 康明 三福化工 默克 虚孝子等玻璃化学企业组 在客管局见证下宣誓三年自主减量 努力让南科园区成为全国第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事实上群创的供应商真的很多 改善工程 降低面板支撑对环境的冲击 因应新空气污染防止法 群创以IFM及时监控排放情况完备管理制度 温氏气排放这一块 我们基本上已经大概做了一几个 我们从零九年开始交易工艺商 只去做温氏气排放 一直到去年为止 总共在去年总共填量大概13万多吨 不是自己排放 此外 群创超越国际标准 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气处理 采用虚热式分化法RTO 设备处理效率远高过一般法规规定80% 那我在这边就是群创2020年VOC的消极率 我们希望要做到DACT 去除率全部要达到92%以上 群创工厂很多 最旧的工厂相信20年 各个时代都有 所以我们有决心 那我问产物说 我们做不做得到 产物的主管孙鹿回答我说 做得到 这个Cost不能增加 就是我们去 我们做这样 实际上是需要投资的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 要把这些成本的资金下来 我希望趁今年 我们全面的来开场 然后你拼堆撑 那一方面也可以借由一些 教育训练 大家来做一个技术的交流 那我们希望明年 我们大家都可以符合规定 那第三年我们应该超越目标 所以三年后我希望 整个厂物的成本不增加 但是我们达到这样的标准 那希望我们跟各位业界先进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做得更好 谢谢 南科园区持续吸引科技大厂进驻 科管局林局长表示 南科园区已推动使用清洁燃料 公屋防治设备采行BSCT 但园区不以此为满足 将号召园区科技大厂 率先响应空气品质为护区 共同为科目问题找寻解决之道 十二千年内观传 万科园区持续 陪台湾一个蔚蓝天空